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股海飛揚 那麼 一檔股票 我說如果說你只是200萬以內資金 就去買一檔就好 如果你真的照我這樣做的話 為什麼我這樣講這件事情 其實基本上 我講真實案例 有一個客戶 有一個投資人 總資金 當初他來的時候總資金 196萬8千塊 我都很清楚他告訴我的 不是我跟你亂講的 196萬8千塊 他說老師我看節目 我照你的方式 我真的拿去全部買了 你不能夠 這股票不能夠下去 不能夠怎麼樣 他是這樣跟我通電話的時候 是這樣告訴我的 他跟我講的內容 大致上跟各位分享 196萬8千塊 這股票買了不能下去 我之前賠很多 這不能失敗的 到今天 這檔股票 其實這檔股票 之前我節目中已經跟你講過 公開過了 到今天 他的利多 真的出來了 88萬 200萬 賺88萬 今天利多出來了 已經賺88萬 在今天利多出來之前 所以你會發現 股票要怎麼買 真的不是等到利多出來的才去出手 真的不是去追那些 所謂的熱門股 真的各位 你看今天有一些被動元件 反彈了 對不對 大漲了 甚至還漲停的都有 2478的大意是漲停 對不對 被動元件漲停了 問題是 這個時候我反問你 如果你 你當時你跑去買 一樣是買被動元件 你一次買它 已經變得很熱門了 大家每天都在利多利多利多的時候 你去買了被動元件 今天一個被動元件 一個漲停板 你有感受嗎 你有什麼感覺嗎 你什麼感覺都沒有 因為你還在等解套 你自己看 漲停 這是誰 這是大意 今天漲停啊 對不對 那如果你買在這裡呢 那個時候最熱的時候 最熱門的 你不買被動元件 好像你不會做股票耶 你沒有買被動元件 那你好像不太會做股票耶 對嗎 一個半月前 你沒有買被動元件 人家會笑你說 你到底會不會做股票 台北股市最熱最強的 就是被動元件 你還不買被動元件喔 對 你去買了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的被動元件 今天呢 漲停板還在等解套 這樣對嗎 你現在在看畫面 這是大意 我途徑縮小 你買在這裡耶各位 你買在這種地方耶 你買在這種地方耶 你承受的是多大的風險 你知不知道 他今天漲停 所以呢 你沒有感覺啊 那你反觀像這種股票 大家今天利多出來啦 這節目之前我們都講過啦 4927太鼎 新聞出來了 他要注意股票 請他來注意囉 對不對 為什麼注意他啊 為什麼注意他啊 因為他很強勢啊 量能已經連續放大 所以要稍微注意他 那既然你有本事漲 你有本事放量出來 那我就問你這家公司囉 對不對 我就問問他這家公司說 你六月營收請你公佈一下 你六月賺多少錢 你六月營收是怎麼狀況 EPS 什麼狀況 對不對 好啦就公開啦 他跟你說他六月營收啊 每股存益 單月每股存益 0.57 你沒有感覺 對 你沒有感覺 他六月份 這一個月而已喔 0.57 第一季0.7 各位 我六月 一個月 0.57 前三個月合計也才0.7 去年第四季一整季0 一整季0.05 一整季0.02 一整季0.52 負的 0.87 1.05 到前年才開始有這個水準 他現在告訴你是什麼 我一個月 我不是一季喔 我一個月我就賺0.57 這是利多嘛 大利多嘛對不對 對 所以你覺得可不可以買呢 7月12號我就公開了 當時節目中 當時最後收盤什麼 當時最後收盤收漲停喔 對不對 我沒有收漲停喔 對不對 我在這裡 11點多我就直接把資料印下來了 為什麼 因為我只是想問各位一件事情 這樣這個標的誰會拉 誰去拉台頂的 誰去拉的 對不對 股票不會莫名其妙就有人拉台嘛 誰去拉台的嘛 當時節目中我只講一件事情 我說誰會去拉台嘛 先買好的人他會去把它做上去嘛 那 你去拉它 你要去做把它做上去 那請問你 你先買好了 你為什麼去買它 你為什麼去買太點 你為什麼去運作啊 運作就算了 你還真的把它拉上去耶 你真的把它做上去了 你到底你的用意是什麼 我已經 我節目中我每人都講 我說等你 你要等到利多出來 或者是你要等到它變熱門股的時候 你才要去針對那個標的要去操作 我告訴各位 你要承擔的是多大的風險你知道嗎 沒有人這樣做股票的啦 我每人都講 我說如果可以的話 我拜託各位 我懇請各位 你改變你的做法 你的做法 可不可以做到兩件事 第一個 你拜託你不要去追熱門股嘛 當初的被動元件 你追在這裡了 你要怪誰 對不對 這大意 你看你買了130 140 150 你現在事後冷靜下來去想一想 你買來這裡 你覺得對不對 這是陽明光 最近我們把它做上來了 對不對 三天三根漲點對不對 賺六十幾萬 七十萬 問題是 我要在這裡買啊 你才能賺啊 你在這裡買你要賺什麼 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五一百六這邊買 怎麼賺 你回頭看一下 你買在這裡耶 他從這裡開始漲耶 你買在這裡耶 太多標的最近出現什麼狀況 你們知道嗎 現在最近我看到好多人啊 我真的持股很多很多很多問題 這是加聯益 你哪裡不買 你去這裡買怎麼辦 你買加聯益 你買到六七 六八 七十幾 七十二 七十四怎麼辦 你回頭看一下 他從這裡開始漲的耶 你在這裡買 他在這裡漲 你在這裡買 好多標的好多狀況 我不能 我就不要再一個一個講出來 很多人持股診斷啊 一個一個股票 哇那個 你如果看到 你就知道我講的 為什麼一直強調這件事情 因為 我們發現啊 你所有的散戶朋友啊 其實你不是不懂股票 對不對 你懂不懂 你懂啊 你也知道怎麼研究什麼 一些基本面 你要研究財報 很多人都懂 問題是 我發現問題就在於 你在 你找不到對的位置出手 你不知道該在哪裡買股票 你只知道說 我知道我在這家公司好不好 這家公司的題材 有沒有前景 有沒有機會 一撇怎麼樣有沒有的 你都知道 你們都很認真我知道 但問題是你們只會丟過來 給我看你們的持股 為什麼會賠錢 因為你們買的位置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嘛 你們都是等到它變熱門了 大家在討論了 開始有消息出來的時候 你們才去想要去 買嘛 那你一買下去 完了 問題出來的時候 一見高點就下去了嘛 那個少說就是三成起跳 那個一套 一賠可能就三成起跳 所以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每天講 我說 我有本事 請你們啊 200萬以內之間 你就集中起來去做一檔股票 我敢這樣做 我敢請你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我不會去 帶你去追熱門股嘛 我不會帶你買到那種位置嘛 你懂嗎 所以我說我可以要求你200萬以內 去做一檔就好 因為你這樣做真的會賺到錢嘛 你不要把錢分散了嘛 有沒有 這太頂 你這個畫面來看 你會在哪裡買 只有這裡可以買嘛 不是嗎 拐點出現的位置 運作量進場的位置 6月15號 運作量進場的位置 6月25號 拐點出現的位置 有沒有 這四個位置 這是一個區域嘛 那這個區域是什麼區域 你現在回頭看一下 它這個轉折嘛 轉折嘛 在這裡轉折上去了嘛 我應該在這裡買嘛 那是你們事後 都很愛講事後的 那個當下 當它發生那個位置來的時候 你怎麼不去買 那個客戶跟我講 老師我只有196萬8千塊 不能錯喔 我在看你節目 我真的相信你 所以我來了 我報名了 你看 我帶你買來什麼位置 到今天你賺多少錢 我知道你們的錢 得來不易 尤其200萬以內的資金 也許是你的所有資金 就像這個先生 196萬8千 這數字我永遠不會忘記 他也不到200 就是196萬8千 接近200 他今天賺88萬 他來的時候也很害怕 可是當我叫他買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他心裡也明白 我沒有叫他追高 我沒有叫你去 像之前你們的做法 追熱門股 追大漲的 追熱門股 有沒有 並沒有 其實那個當下 他自己心裡應該就很清楚了 這是不一樣的 我節目中我所講的做法 就是我實際 我會帶你操作的做法 這一切都是可以幫我做見證的 所以我節目中講什麼 我說 只有運作股可以買 而且我邀請各位來買股見證 我今天會幫各位 你不用擔心 我今天會幫各位 幫什麼呢 等一下進廣告前我再跟你報告 我會幫你 但是你自己要把握機會 因為我不可能天天這樣幫 我今天幫你這一次 那明後天應該你就很開心了 等一下我再透露 我先不講 我先賣個關子 我今天會幫各位來 你看太鼎 我先告訴各位 我們怎麼買股票 我給你的股票會在什麼位階 你先看清楚 然後你再考慮 要不要來買股票 來幫我做見證 買在這種位置 會不會賺錢 你覺得呢 賺多賺少的問題嗎 你都已經在這種位階買了 你覺得你的股票 你是賺多賺少的問題了嗎 已經不是能不能賺錢的問題嗎 是賺多還在賺少 根本不是能不能賺錢的嘛 可是如果說你看 像被動元件近期很熱了 你買在這裡 你買在這裡 你覺得你的問題是賺多賺少的問題嗎 還是有沒有可能會賠錢啊 有沒有可能套來高檔啊 你懂我意思嗎 你在哪裡出手 就決定輸贏了嘛 不要等到股票的利多出來了 訊息出來了 變熱門股了 你才去針對它 想要去操作它 我告訴各位 最後的結局都不理想的 你看 一直向上跑 這樣子而已喔 已經67萬 這樣子就67萬 原因是因為你買在哪裡 各位這什麼日子啊 這個日子是6月25號喔 運作量出來在這裡 在6月25號 太頂了6月25號 來 6月25在哪裡 你回到6月25在這裡 你買了這種位置 所以你賺錢 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 你買在這種位置 所以你看 我節目中所講的做法 就是我實際會帶你做的做法 所以你來我給你的標的 就是在這種位階 在運作區的股票 所以你放心大膽的 就去買就對了 我敢要求你200萬以內資金 就是不要亂買一堆 200萬以內資金 你就來買某一檔就好 就來買一檔就好 當我標的給你的時候 你如果說 你說老師我真的很小心 我去看一下現行 我檢查一下 確認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帶我 買在運作區的標的 你去看 你發現真的 都是在一個運作區內 準備隨時上去的標的 所以在這裡來說 你這種做法 你最後結局就是賺多 還是賺少 根本不是擔心說 會不會套牢 會不會賠4成5成 會不會從此買到第10高檔 會不會買到熱門股 不會各位 你的做法 你的選股邏輯 決定你最後的結局 所以如果你要一直要堅持 用你一直以來的 這種失敗的做法 你最後的結局 不是滿手 股票越來越多 全部套牢 要不然就是你回頭一看 我每一檔都買在相對高檔 相對高檔 相對高檔 而且都是它熱門的時候 我去買的 我去追的 然後你看別人做 奇怪你們都買那個 根本還沒動 也沒有人在討論 找利多也找不到什麼利多 可是最後 你們真的都賺錢 每一檔款都賺幾十萬 幾十萬起跳 因為你都一百萬 一百萬的資金 或兩百萬的資金 全部買了 就鎖定那一檔 所以你獲利 我只要你漲個十趴二十趴 不得了啦 一百萬轉二十趴 我就賺二十萬了 你的一百萬又偏偏又害怕 又要去追股票 所以呢 因為你都愛追股票 所以你一百萬呢 最後又想說 我二十萬來買一檔 二十萬來買一檔 我可以買五檔 我天啊 各位沒有人這樣做股票的啦 就說你其中一個二十萬 買了某一檔股票 漲了一倍 你賺二十萬 那剩下八十萬呢 隨便賠個八趴 十趴二十趴 你那個賺了一倍二十萬了 根本不夠你賠 股票不是這樣來碰運氣的 不是來設非標的 不是買的越多 越有機會 不是這樣做的 兩百萬以內 就去鎖一檔 就標的就對了 那鎖什麼樣的標的呢 我講過了嘛 沒有人在運作 你不要碰 既然有運作 確認了 那未來回頭看 它一定是什麼 轉折區嘛 你就在那個位置操作就對了 你不要想太多 你就做 做一次 成功了 下一次不用我提醒你 我很多客戶是下一次 不用我提醒 他自己說 老師我現在資金變成三百萬 我另外哪裡哪裡 找了一百萬過來 我另外之前我錢進來了 所以我現在再進來再加碼 很多客戶是這樣講的 可是第一次呢 都會害怕 就像剛才那個先生講的 我資金只有一百九十六萬八千 你不能錯 我之前已經賠多少 這次真的我相信你 看你的節目看完之後 我真的相信決心 我再做最後一次 我再跟你最後一次 如果說 賠的話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他講了很多很多很多 可到今天呢 創新高 有沒有 上去之後第二段休息一下 這邊來 帶進樓 拐點又來一次有沒有 三天前 又一個拐點 又坐駕 坐手 再坐駕一次 又上來了 又上來了 創新高 前天嘛 休息一下 今天跳空漲停 四九二七太點 跑到這邊來了 拐點出現之後 有沒有 又上去了 各位 沒有人在這邊人工作駕 怎麼會有拐點 怎麼會有轉折上去 沒有人在這邊運作進場 運作量進去 這邊怎麼會形成一個運作區 怎麼會形成一個大轉折區 在這邊 這一段 你全部拿到 他的一百九十六萬八千 我們就用兩百萬來算了 好不好 他的一百九十六萬八千 我們用兩百萬來算 到今天 八十八萬 八十八萬 他跟你一樣 現在也在看節目 他也是觀眾啊 他也是看完買股見證之後 他撥電話來說 好我要來買 但是我要見證看看 但是呢 不要錯不能錯 他跟你們都一樣是觀眾 打電話 下定決心 要來買股見證 人家今天八十八萬 那其他的只買一百萬的 這樣子也有四十四萬 這樣子也有四十四萬 我想試問各位 你最近有賺到四萬四嗎 還是你最近有賺到八萬八千塊 人家是賺了八十八萬 四十四萬 而且人家並沒有追熱門股 他沒有買被動原件 他也不是去追什麼光學 什麼都沒有 他聽了一個人建議去買泰鼎 你看 八十八萬 今天 新聞出來了 利多 利多終於出來了 人家已經賺多少了各位 所以我今天我訪問你嘛 你覺得你今天去買泰鼎好不好 當然不好 當然不好了嘛 對你現在懂了嘛 當然不好嘛 那現在應該買什麼 買現在買運作量進來的這個位置 買運作量進來的這個位置的股票好不好 好 我幫你 我很大方的 我幫你 就今天喔 來 今天是7月26號 我都寫日子上來 不要說我沒 不是說我亂講 今天7月26號禮拜四 你看完我的節目之後 等一下你就直接播電話 你說你要來買股見證 好 明天7月27號禮拜五 最新的做手運作股 來 什麼意思 明天最新的標的 它一旦運作量進去 我帶你買進在這種位置 未來漲多少 漲多漲少 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就是接下來就是 賺多賺少的問題了 OK 你現在直接破電話 明天直接通知你 你來買股見證 我幫各位喔 不限名額 看完節目直接播電話 你待會廣告時間先播 你說你要來當見證人 來買股見證 明天直接通知你 我幫各位這一次 把電話播通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一半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四季 出題 第三隻 三隻 三隻 四季 三隻 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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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力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所以这个行情 走到这个位置 我建议各位 我说你不要太想太多 大盘的位置问题 你要去想是 你是不是能够 每一次的操作 你资金或许不多 没关系 或许你有五百一千万 也可以啦 多一点 但重点是我建议各位 尤其是大部分的 小额投资朋友 你资金可能在三百万以内 两百万以内的 我建议你 你就心理设定好 就像我跟你讲的 你要把操作变得很简单 然后不要造成自己的压力 那种做法才是对的 只要做下去会有压力 那就是不对的 那 不要有压力 很简单 小额投资朋友 我建议你 你不要急着 一定要马上要去买一堆股票 那是不对的 也不要去买那个热门的 大家都在讨论的 每天媒体都在报告的 报道的 都不要 你去买 没有人讨论 可是你知道 有人在上下其手运作 筹码上面有状况 甚至你知道这标的明明而后 会有什么样的题材 你去买这种标的 那你说老师 可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没有关系 我刚才已经讲了 明天的最新标的 运作量一进去 我会通知你们去买 这是我帮各位 好 那 但是 我现在 节目你看 每一档股票 其实 有时候我在节目中我在讲说 我要怎么讲你们才能够懂 我要传达的那种意义是 概念是什么 那个逻辑是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说 你们是不是听不懂 我要传达的是什么 我把它实际的 我怎么样的预告 事前的提醒预告 该做的我尽量都做了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我要强调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敢邀请各位来当见证人 来买股来见证 因为我所说的这一切 会真实的复制在 你看电视的投资朋友身上 所以我敢请你来见证 你会发现真的 我们请你买的标的 真的都是在运作区内 真的不是去追热门股 你看阳明光这两天我跟你公开的 对不对 我们讲一个阳明光就好 我想请问你 我相信投顾界很多人也曾经带他们的客户 在进行去买阳明光 我相信一定有 你们买在哪里 来见证的投资票 你们现在回答我 我给你们买在哪里 对不对 差很多 光一个出手顶就差很多 就决定输赢了 这个都不要讲了 阳明光利多出来了 对不对 这都不要讲了 我们就讲买点就好 题材都不用讲了 阳明光 掌停 做手运作 打出双脚筋来 我已事先预告 这些我跟客户都讲过的 要先买 要先买 你才会有两天两根 要先买 有没有 来 阳明光 一波修正之后 6月29号这一天 拐点出现 坐驾开始 7月4号 拐点再来 再坐驾 连续坐驾 你说这个股票会下去吗 怎么样也是要上去了 怎么样也是要这样上去 也是要扭转的嘛 对不对 好 这天启动 当天7月19号启动 4145张 我们已经先买好了 200万 这样赚多少 又是9万 这个时候在7月4号 7月4号 各位 7月4号 这阳明光的欠图我们看这边 7月4号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就买了 在这里你们在买什么股票 我是不知道啦 我只知道你当时去追的股票 现在也是套牢啦 可是当时你看完节目 你播电话来说 老师我来 我来见证看看 看你讲的是真的是假的 我来见证看看 你看 你买了在这里 一个跌了这么多之后 我竟然叫你去买 为什么 我说过一切交易是有凭有据的哦 没有确认拐点 没有确认 我敢叫你出手吗 我敢叫你出手吗 我敢叫200万以内去买这一档吗 这不是开玩笑 有些人他资金 就像我刚才讲的 人家只有196万8千 全部都跟我讲清清楚楚 明明白 他只有这些钱 他没有其他钱哦 不能错的耶 不能错 各位 69万拿到 可是你们不是啊 你们到这里才买啊 不是吗 冲上来三天三更 人家赚六七十万了 你们才去买啊 那前一次你们买在这里啊 股票操作有方法的 不是每天在乱碰运气 好像说 我追热门股 我去买大涨的 我去买最多利多的股票 就是对的 我一定会赚到钱 就是我最会做股票 我都买最强的 我都买那个 最热门的 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台北股市 要来赚到钱的人 请你听我一句劝 来 来买 最新的做手运作 我帮你们一次哦 你们待会去拨电话 今天26号礼拜四 到明天早上 开盘前都算 看到节目都算 7月27号礼拜五 明天 做手运作股 最新的我带你买进 直接通知你买股见证 赶快去拨电话 不限名额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单期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